刚刚买了一个SSD固态硬盘 台电的120G 我买的价格应该是139 虽然现在固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但是139感觉还行 今天阿雷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把我们电脑上已经安装好的系统 无损的转移到SSD当中 相信很多人的电脑现在还是用的机械硬盘 但是速度确实是很慢很慢 如果你用Win10的话 一定要用固态硬盘 如果你要是装的机械硬盘 那你就不要去更新Win10 直接用Win7就可以了 如果你装的Win10感觉到卡的话 那就需要放一台SSD了 好 正好呢 我手边以前买的一个移动硬盘 很早以前买的了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 然后那我就直接可以接上我的这块硬盘 然后插到我的电脑上面就可以进行系统的转移了 当时买移动硬盘的时候 就考虑到我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接口 开机之前插上我们之前已经做好的PEU盘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制作的话 你可以直接下载一个Win10 然后制作一个Win10 U盘就可以了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可以去自行搜索 非常简单 插上之后呢 我们开机快速按快捷启动键 每个电脑不太一样 你可以我的这个会谱的是直接按F9 然后普通电脑是直接开机狂按F12 或者是你按Delete 把U盘设置成第一位 我们选择闪迪的我这个U盘 选择 VPE 进入VPE系统之后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用到了两个工具 第一个就是这个分区工具 第二个就是分区助手 因为这个VPE里面它是自带的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查找和安装 首先呢 打开我们的这个分区工具 我们把刚刚安装上的这块新的SSD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上面显示的是111.8G 然后它显示的是空闲 你一定要看清楚是哪一个盘 不然的话 那你可能就把你的系统盘就会格式掉 那就惨了啊 这一块是我的机械硬盘 它上面这个就是 这就是温时安装的那个分区 下面这个闪迪29G的 它就是我的U盘 最下面这个才是刚刚安装上的台电的那块SSD 在转移系统之前呢 我们要确认一下 我们转移系统这个硬盘格式 跟你转到的这个硬盘格式是否一样 一样的话才可以用 什么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之前已经有系统的这个 然后我们确认一下它的这个格式啊 然后如果是NB2的 那我们就用NB2 如果是GUID的 那我们想要转移到的这个硬盘也是用GUID 然后这个一定要确认一下 不然的话你转过去的话可能就开不了机了 那我现在呢 我硬确认了我的这个是NB2 其实它两个硬盘格式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只不过GUID它是一个新的硬盘格式 支持的硬盘纳角更大一点 但是呢没有关系 我们只有100多个G 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转移 确认完以后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分区助手 找到我们想要转移的这个盘 这个就是Win10专业版本64位 好大家可以看 这个就可以看清楚 这是NB2格式 这个新的硬盘也是NB2格式 然后我最上面安装黑苹果的是JDP 也就是GUID的一个格式 因为苹果系统只支持JPT GUID的一个格式 转移之前一定要分清楚 每一个盘的盘幅 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转移错了 因为我上面比较多 如果你少的话 还可以很轻松的分辨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转移到固态硬盘 点击下一步 我们转移到的是J盘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选择J盘 然后为了迁移系统 我愿意删除这个上面所有的分区 好点击下一步 好这个是默认的全盘 如果你要给它进行分区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120G的只做系统盘 然后我们下一步 好分区助手已经准备就细 请确认一下你的操作 我们点击执行 设置完以后我们直接点击左上角的提交 好 然后我们它预计时间是36分钟 这个有一点长 我们就稍等我们点击执行 现在点击是 现在呢就进行转移了 我们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操作了 它上面写着已经是盘复是从C转移到H 因为它转移完以后需要给你重新分配一个盘复 好了 现在呢这个系统完整的转移完了 打开计算机 右击看一下属性 没问题 这个以激活 包括激活码都会直接转移过来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其他软件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它的路径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相当于你没有动直接换了一个硬盘 并且温时的启动速度就是快啊 如果你的老硬盘 和你转移到这个新的硬盘 同样都在电脑上面安装的话 那你就需要把你之前的这台电脑的这个系统分区 大家可以看这个温时的专业版这个机械硬盘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活动 这上面有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会看到台电上面这台固态上面也有一个活动 那如果我们想要一直在这个固态硬盘让它启动系统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系统上面这个取消掉 然后我们取消分区激活状态 点击确定 把它的这个取消以后呢 它下一次启动的话 它就已经不会再从这个硬盘里面启动了 如果你想把它直接格式化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备用的系统来使用 备用的系统来使用也非常简单 当你有一天这个固态出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你的机械硬盘 然后右击进入你的PE也好 其他的都可以直接用这个硬盘分区精灵 然后直接右击 然后直接把这个系统盘激活 就会从这个分区里面启动系统了 如果你是GUID的一个分区的话 它甚至是不会显示这个分区状态的 到这里我们系统无损转移的一个教程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希望这期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最近想要转移你自己的系统 到固态硬盘的这些朋友们 好了 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